1、2、3、4 馬拉公家庭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NY高清涵的時間 禮拜,我們首先公布 上一次節目最後 猜猜的答案 那樣是食物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認不認識這個地方的名物 沒錯 答案有不少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馬六甲最出名的 雞飯粒 很多人在網上找過少許資料 究竟是叫雞粒飯 還是叫雞飯粒 我猜是飯粒 因為我們自己都去過兩次馬六甲 其實我看到它販賣的時候 真的很不幸地 我們兩次去都是很多人 雖然我們沒有機會在馬六甲 雖然它是名物 很出名的食物 但是我們沒有機會去嘗試 我們幾次去雞場街 打算去嘗試 然後多人排隊都要出門 而且因為很熱 小朋友已經開始 焦燥了 不耐煩了 經常看著人家吃雞飯粒 看著人家吃雞飯粒 我看到它販賣的樣子 是一粒包 好像一個 波的飯 大家看圖就看到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雞飯粒 應該正常叫做雞飯粒 應該叫做雞飯粒 因為雞粒飯 就是把雞切成粒 再炒飯 鹹魚雞粒炒飯 中文字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裡 釣一釣的字 整件事不同 有個笑話 生魚一調轉變成魚生 是不是 立刻高級了 高級了 正確的答案 是馬六甲的雞飯粒 恭喜你 答對的朋友 頭五位答對的 先給你一個like 我們每一次的 鼓鼓下都會把答案 寫在YouTube的貼文 所以大家如果想第一手 最快知道 究竟答案是甚麼 兩天之後 就會在貼文中看到 還有誰是頭五位 都貼了出來 沒錯 我們講完 上一次的鼓鼓下的答案 來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高爸爸今天我們說甚麼 今天的主題當然跟我有關 你主場 沒錯 因為如果大家有聽我們的 馬拉高family的主題曲 就是頭兩句 就要說 爸爸是天天茶檔 喝下親 今天我們就講 親的文化 沒錯 首先 親是甚麼 有朋友也介紹 親就是把東西 親在一起 抄襲 抄襲 即是混 我們可以這樣 混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這個字 在我長大之後 我很少聽到 在香港 但是小時候 其實都很常聽到 是嗎 是啊 因為我記得 比如我媽媽 或者我婆婆 都跟我說 你親在一起玩 這個也有 你親在一起玩 其實當時這麼小 又沒有特別去想 甚麼叫親 是不能寫 寫不到 如果你說親在一起玩 通常這個親字的用法 都用在人身上 沒錯 所以 但是當時又沒有想 其實親字怎麼寫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錯沒錯 但是我們小時候都會聽 你親在一起玩 為甚麼不親人玩 但是原來 就是當我來到這裡之後 再聽這個字 原來親就是混的意思 因為如果我們長大了 很多時候都會說 我們把兩個東西混在一起 是會這樣說的 其實我們都是親的 就是廣東話 親英文 但是我們會說 把它混在一起 很少把它混在一起 或者是Fusion 高級食物 即是說不同的菜式 Fusion 融合菜 那麼 侵這個字 除了剛才說 侵了它玩 之外 另一個詞語 我都記得就是 侵襲 侵襲一些東西 即是A和B 侵襲在一起 這個字也見 但是來到大馬這邊 一說侵 第一件事 一定是想起 我經常喝的 就是侵 沒錯 這個字其實在馬來西亞 就直接 大家聽到 就會解鑽成一個飲品 其實就有點像 我們香港的鴛鴦 鴛鴦 香港鴛鴦就是奶茶 侵這個咖啡 其實在這裡也是一樣的 但是當然奶茶的味道 有點不一樣 所以侵完出來的味道 也是不一樣的 而且比例會有不同 再加上這裡的鴛 通常是加煉奶 香港的 無論是咖啡 或者是奶茶 都很少加煉奶 沒錯 多數是淡奶 沒錯 所以就會滑 你會感覺到滑度會高一點 而且甜味也沒有那麼厲害 馬來西亞這邊的飲品 通常甜味很厲害 我相信就是因為用了煉奶 沒錯 沒錯 我們今天講這個 鴛的文化 除了 首先 高媽媽 對 因為有網友平常 我們不是讀鴛的 是鴛的文化 對 不要把CH發得那麼標準 那就更加地道 鴛的文化 我們今天講鴛的文化 就是講一下我們發現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在馬來西亞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侵 沒錯 我們先講飲品 剛才講的 香港的鴛鴦 這邊就是一個的侵 直接的名字叫侵 但其實除了侵這個飲品之外 都可以很多東西侵 沒錯 譬如我們都另一種很常叫的飲品 你常叫的 就是這個 Laslo 即是美六侵咖啡 是的 叫做Laslo 是很多名字 是的 美六侵咖啡 美六侵咖啡 叫做 學卡西 好駕駛 也叫做 虎咬斯 是的 這些名字 全部都是講同一樣的飲品 但是在不同的各地店 都可能有些認識 有些不認識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知道 同一個飲品不同的名字 因為有時候我跟他說 Laslo Laslo 他很疑惑 白的樣子看著我 然後他說 美六侵咖啡 哦 美六侵咖啡 哦 是的 沒錯 原來他是不明白 Laslo 就是美六侵咖啡 一點點 就是有些是可以的 然後有些是可以的 然後有些就是 學家沙 有些就反過來問 你是不是學家沙 是的 所以你需要知道 一個飲品不同的名稱 沒錯 才可以跟他溝通到 但是我想問高媽媽 你都很常叫這個 美六侵咖啡 嗯 為什麼呢 你覺得 因為呢 我覺得 因為本身 咖啡是有點苦味的 是的 我自己不是一個 喝醇咖啡的人 嗯 我多數喝了咖啡 都會加了奶 是的 所以我覺得鴛鴦 還有美六侵咖啡 是比較適合我的口味的 是的 那美六侵咖啡 其實就更加那個甜度 是再增加一點的 因為美六本身就是甜的 嗯 其實有時候我叫美六侵咖啡 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叫他 就是少些甜的 是的 那就等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就是怎麼說呢 那個甜度不會去到那麼 爆飆 是的 因為呢 因為本身美六真是很甜的 但是你想想 美六還要再加上煉奶 煉奶 其實是更甜的 所以通常我就會跟他說少甜 是 那我就覺得甜度剛剛好 即是你既喝到美六那種 很香很甜的味 但是呢 又喝到咖啡的那種香味 還有少少的苦味 即是很輕微的苦味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很適合我喝 嘩 真的 大家聽到有沒有都想馬上去喝一杯 沒錯 高媽媽也因為 喜歡喝這個 專門去學小甜的馬拉文 Goramana 對嗎 希望對 哈哈 大家留言 給個分 十分滿分 你先讀一次 Goramana 是的 究竟可否成功叫做小甜的馬拉文 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但是呢 很有趣的 我們喝不同的菁 或者馬拉文 等等 去不同的個別店 都會有不同的味 嗯 再來 因為侵就一定是有多過一種的元素 是吧 一種材料 而他們之間的比例 看來就是各種 是的 這個也是真的很 Depends on 就是那個 是視乎一下 那個茶檔本身衝過一位的師傅 他的手勢 就是你會真的喝到不同的茶檔 他們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嗯 有些是會偏苦的 就是因為我都很常喝Malukopi 是的 所以我喝到一些 就是哇 那個咖啡味很厲害 但有些就 甜味是大一點的 所以其實我想都是好看那個師傅的手勢 或者那個茶檔請回來那個茶水部的師傅 他是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 有朋友跟我說 就是那個茶檔那個靈魂就是那個茶水部 是 就是那個茶檔就是沖飲的那個位置 因為如果他的 譬如咖啡啊 或者那些 Chump 是好喝的話 很合口味 就可以留到一些顧客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譬如現在我們自己在這裡生活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那我們都去了不同的茶檔 其實都有兩三檔 是會久不久都會 有些掛著他的飲品 掛著他 就想回去 這樣 香港都有 就是有些朋友會特地去喝那裡的奶茶 但是是不是如果在香港主要都是奶茶呢 你覺得 如果在香港說親的話 真的可以鴛鴦 是的 有的 有兒童版鴛鴦 好立刻 混合這個 柯華鐵 柯華鐵 沒錯 因為這邊應該是比較少的 都見過有 因為這邊本身 好立刻和柯華鐵 都肯定沒有美錄那麽 那麽燒情那麽厲害 所以呢 比較少 Horlick 即是好立刻 我們這邊基本上是很少機會喝到 更少 如果我看到那個餐牌上面寫著Horlick 我直接覺得 嘩好厲害 竟然有 不過通常我試過很多次都沒有供應 是 寫著就有 但實際上結果也是米錄的 是的 沒錯 最後也是米錄的 所以現在的小朋友 坐下來之後 譬如哥哥喜歡喝奶茶 有時候我就說不要喝奶茶 然後第二個就是 米錄 而弟弟肯定不用說米錄 不易之算 米錄Ice 還有這個是非常之 怎麼說 好像一個八搭蟹 即是你不要說去哪裏 米錄 就一定是有得喝的 而米錄呢 我們應該先想想 是不是我們去過的所有的各備店 都有米錄 是啊 對 對 對 大大小小都是 美錄 反而 歐華田和好立刻 是真的少的 對 反過來香港 就好立刻和歐華田 就是茶餐廳裡面 基本上就是不易之損 沒錯 美錄反而是非常之少的 反而谷古也還有 是 但美錄就真的非常少了 但是大馬這邊 就不受喝不到美錄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想第一樣 就是講侵的文化 最大家馬上想到的 就是飲品上面 如何侵他們有不同的 還有其他的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之後再分享一下 除了飲品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可以侵在一起的 好 我們待會見 馬來西亞最出名的景點之一 一定是位於吉隆坡的吉隆坡塔 和雙峰塔 不說你不知 如果用肉眼去看的話 會覺得吉隆坡塔 是比雙峰塔更加高 但是其實是不對的 吉隆坡塔的高度 只有421米 而雙峰塔 就有452米 他們相差31米 但是 為什麼看下去 吉隆坡塔會比較高呢 嗯 是因為它是建在海拔94米的咖啡山上面 所以看上去就比較高 雙峰塔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樓 到目前為止 都排第19的 但是如果是比較世界上的霜動大樓 吉隆坡的雙峰塔 仍然是全球最高的 厲害吧 爸爸 爸爸 你好厲害 這樣也知道 好了 回到第二部份的 M.Y.高清潭 剛剛我們在說 侵飲品 是怎樣 在大碼裏 飲品很多都侵不到 那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發生在餐廳裏面的 就是它的麵食 這個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因為在我的人生裏 其實我不知道 原來麵食是可以侵的 是啊 其實在來大碼之前 我們在香港生活 是完全沒有想過 一碗麵裏面 或者粉也好 是會有多過一種不同類型的麵 或者粉 通常我們去吃 在香港 你說你叫一碗雲吞麵 是 細用的 就是雲吞麵 頂住就給你選擇 粗麵 右麵 黃麵 給你選擇 就是這樣 但是它會做成一個 是粗麵 或是成一個是右麵 沒錯 這裡不是的 真的很貼心 那時候我第一次問我 你要什麼 米粉 還有沒有 我心想 還可以有些什麼 就是它說 你要不要配合 我心想 怎麼配合 他說麵配米 我心想 這麼貼心 對呀 還有我覺得是一個很革命性的 對我來說 我沒有想過 以前很簡單 我叫米 即是不能吃麵 只能吃麵 即是不能吃可粉 我的概念就是 你今天來吃 就是這麼多樣子 選一樣 米線米粉 粗麵 油麵 你只可以選一樣 但在這裡 竟然是同價錢 很通常 是 同價錢 但你可以選多個一樣 在這個碗裡面 同時出現的麵食 嗯 沒錯 我覺得這一個是 對我來說 是一個文化衝擊的 是 而且因為這樣 其實是因此可以試到 不同麵食 沉迷的口感是怎樣 我記得我們好像試過 是吃黃麵沉米粉 是啊 我自己是很喜歡吃米粉的 是啊 所以我都知道 米粉是一個底 基本上是必備的 是 但我也試過 是侵其他東西 但是侵過黃麵 原來真的不同 因為米粉本身是很幼的 很幼的 你吃下去的感覺就是 很多很幼的 一CC 但是麵是粗身很多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覺得有些層次的 那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而且我是很欣賞 他們這麼貼心去問你 親不親 因為 對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 我有時見過在香港 譬如綠粉麵那些人 是 其實他們預先在旁邊 準備下菜的籃 即是沙子 是 他們會把一個份量 譬如一碗一份量的米粉 執定出來 譬如一手奶 一個米粉 一奶米粉 或者河粉 他們會分定 是 所以譬如你說 我要雲吞河 那他們就雲吞 然後再拿這個 剛才分了一個 已經準備好的 一人份量 就放進去 是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侵的話 那很麻煩 就很混亂 是嗎 沒錯沒錯 就是你又要 幫他分一半 這個一半 就是 我不知道可能 是不是這裡 他沒有特別去分定 分定 因為我在香港 是見過 那些店家 真的會把那些 米粉 或者河粉 什麼都有 總之就是 麵全部分成一個個 你夠膽死跟他說 我米粉 親麵 他不看著你 在那裏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其實高媽媽說得很對 這個是很有系統 而很快的處理 你要粉 這裡已經放了一碗 甚至放了一碗 有粉 又有 只要放一碗 加上湯 那就搞定了 這個是非常之快 流水作業式的做法 是的 那個速度一定是第一 沒錯 這個很明顯就是 香港的商業頭腦 可能因此 你做每一碗 你可能節省十秒 你做十碗 就節省一百秒 但是 這樣做的不好處 就是缺乏了彈性 例如 為什麼在大馬這邊 可以侵 因為他覺得彈性比較重要 所以就未必好像 香港那種做法 就是 擺定好了 又是你要什麼 就撿給你 當然撿給你 又有一些可能 香港人 即是他們香港從窗 他們想 經營一間茶餐廳 或者粉麵店 就會想 這樣做又可能會有 大小的分別 就是我一手拿下來 今次多些 那一手拿下來又少些 不如預先分定了 大約多少 變成不會給客人投訴 又有效率 整件事 在業績來說 是有好處的 但是我們因此 沒有考慮過 其實原來 是可以有彈性的 去處理 棉食的種類 沒錯 所以這件事 是來到之後 才發現原來可以侵 也因此會嘗試不同的麵食 是的 因為有時候 我們都試過看一個餐牌 叫老鼠粉 姑媽媽對老鼠粉的名字 聽到老鼠 已經有些零頭了 不如做一碗老鼠粉來試試 整碗都老鼠粉 已經很害怕了 很難受 不如這樣 我們試試 米粉 和老鼠粉 試試 起碼你的心理壓力 不會太大 沒錯 而且因此都可以試到 譬如不同的 譬如可粉 或者是麵 黃麵 或者是粗麵有麵 和那個 譬如我當你吃咖喱 究竟合不合 你侵你便知道 對嗎 譬如吃豬肉粉 米粉 通常大家都會點 但侵過麵 也挺好吃的 是的 所以香港沒有這個體驗 你沒有考慮 沒有想像過 原來粗麵 加上米粉的口感 和味道 的發酵作用 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有朋友 來大馬 旅遊也好 或者想去試試 這裡的飲食文化 其中一樣 我們是非常推薦的 就是你試試 侵麵食 不同的麵 很多店舖都有 你可以跟他們說 我想是米粉侵 右麵 通常都會做到給你 是的 但提醒大家 如果去香港旅行的話 千萬不要 侵的文化 就不要在那裡使用 不適用 不然就會受到一些 可能 不太好的對待 因為可能他會跟你說一句 沒有這個 可以想像到那個 因為我們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們都沒有這個概念 我相信 在香港做飲食 都未必有這個概念 所以跟他說 他覺得 裡面有問題 麵是麵 米粉是粉 什麼侵麵 什麼麵侵麵 你說什麼 所以 這個也是 跟大家給一些資訊 所以來香港到旅遊的時候 記得 想吃侵麵 先回來談談 選定了 再跟適應說 米粉是麵粉 麵是麵 乖乖 如果你想侵也可以 你點一碗米粉 再點一碗麵 自己侵 自己侵 他不會阻止你 他也很開心 我們剛才說了飲品 麵食 還有一樣是什麼 除了吃和飲品可以侵在一起外 原來 說話的語言 都可以侵 沒錯 這件事在這裡 其實是非常普遍的 說真的 其實在香港 我覺得語言都會侵 是嗎 是嗎 剛才我們這樣不停說話的時候 其實中間都會 夾雜了 夾雜了 一些英文 但通常我們侵的話 可能都是廣東話 侵英文 就會比較多些 但是在這裡 什麼都可以侵 是 譬如我們認識這裡的華人朋友 他們很常 知道我們香港人 說廣東話 通常是廣東話 在廣東話 就變成 侵了一兩句馬拉話 是 譬如有一次 我記得 我們的朋友 就跟他說 哎呀你真的很扮拉 什麼扮拉 我看著他 什麼扮拉 原來他的意思是說 是很聰明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開車 到處去 哎呀你真的很扮拉 我以為你很笨 哈哈哈哈 我們轉不及的 轉不及 我們不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 所以我們就 呆了那一刻 而且 而且 他們說的時候 真的很順 很順 自然發生 是的 他完全不會覺得 他是侵了其他字 他真的很順 然後我記得 他們說 哎呀 他們問 哎呀你有沒有試過 種三蚊 種什麼三蚊 三文魚 我心想什麼 三蚊 是什麼 就是想了很久 通常我這個時候 唯有就是不出聲 一直聽我們說什麼 所以 猜猜猜猜猜猜 他們其實在說什麼 後來 說說說 我才知道 原來是三蚊 就是講那個的佛丹 是啊 即是超速 是的 或者是被 記者的佛丹 哎呀是不是中三蚊 這樣 我真的沒有聽過這個字 是 但是好像這個字 其實是英文來的 是的 沒錯 但是我們很少 因為其實這樣說 我們香港 雖然說 廣東話侵英文 但是侵呢 都是有 好像有一點點 不成文的規定 是 即是某些字會侵 某些字你是不會的 即是譬如有些 有些 有些名詞 你會侵 有些你又不會 是的 是的 即是我們很少 會 即是佛丹 突然變成英文 是的 沒錯 但是這裡 什麼都會 即是隨時會做一個字 可能突然間是馬拉文 突然間可能是英文 然後就做句福建華 沒錯 還有華語 是的 還有英文本身 他們試過講講一下 突然間全部人變成華語 可能因為其中 因為有時候 我們譬如 一班朋友出去 那樣 是向這裡的華人 可能其實是 每個人 可能他們講開語言 都未必一樣 但可能因為他們 都會聽廣東話 那樣 我們就會 可能講廣東話 因為他們會聽 但講一下之後 可能突然間沒有人 講華語 然後大家就開始 大家轉頻道 一起變成華語 大家轉頻道了 大家轉頻道了 轉頻道了 即是原本講廣東話 然後有一個人講華語 然後大家繼續講華語 是的 沒錯 但是你慢慢發覺 好像不是 為什麼我們變成華語 然後又說回廣東話 於是就不停地重複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能不能夠幻想到那個情況 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 我們很習慣 譬如別人跟我們講什麼文 我們就盡量 沒錯 除了轉 還有在一句句子裡面 又可以幾種語言同時出現 因為有些我們也不懂 還有我們在香港是沒有這個訓練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想 究竟我們聽不明白他講話 但又好像每個字都聽得明白 我記得有一個就是 試過有人說 你最不可以按千差 是的 千差 千差 千差是什麼 就是 金差 銀差都有聽過 但千差就沒有聽過 所以就是 但是很順 順到你覺得 我明明聽廣東話 為什麼我聽不明白 是的 沒錯 因為有些馬拉文 可能他發音出來 又跟廣東話差不多 例如千差 我也是想到千差 中文都有千差兩個字 但其實原來是一個馬拉華 所以就變成我們 要馬上想 其實這是什麼 這個在我們的腦中 沒有出現過這個詞彙 是的 因為可能我們的腦都要去 處理一下 想一下 因為有時候 譬如我們對著一個人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 期望 或者是預計 他會說什麼文 沒錯 譬如你對著一個 他的樣子是華人的人 那你就預期應該是 要不你又說華語 要不說廣東話 沒錯 但你突然間就撒一句馬拉華出來 我真的站在那裡 咦?他在說什麼呢? 是什麼話呢? 難道是福建話? 還是什麼呢? 那你就不知道 特別是有時候 大家看著一樣的物品 都試過 他說了一個名字 聽都沒聽過 是 咦?什麼呢? 還還未加那些 譬如不同的文化 很簡單 譬如我們香港 我們會叫 譬如他的爸爸媽媽 是老爺奶奶 是 但原來這個字呢 就算在華人圈子裡 都不是這樣叫的 通常這個叫法 就是廣東人會這樣叫的 是 但如果一離開了廣東的區域 可能去福建那些 他們就不是這樣叫過 他們會叫做 我忘記了叫什麼 嗯 又不是奶奶 忘記了叫什麼 公公 公公婆婆 我忘記了 好像是這樣 總之就是 可能他在說那個 和我在說的是不一樣 是 沒錯 有些困擾 他在說 阿公阿婆 阿公阿婆 對我來說 就是我的媽媽 的爸爸媽媽 沒錯 但原來他又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說這件事 已經搞了一輪 完全不知道對方說什麼 後來就說 是你的誰 那是誰 那是誰 噢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很明顯 一種文化的不同 再加上 有些詞彙上使用的 不同的文化 還有一些字的意思都不同 再加上不同的語言 在莫來西亞都流通 嗯 當若是在一起的時候 那我們的腦子就要轉得極快 嗯 才可以處理到這麼龐大的資訊 是啊 沒錯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的體驗 在這裡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會有點不習慣 因為真的好像腦子 真的要去出點力 去分析一下 其實他在說什麼 然後就去想 加上可能又不懂 那個字的意思 嗯 但是在這裡生活了久了 那我就覺得 開始慢慢都掌握到 我覺得就是一個挺有趣的 一個現象 沒錯 再加上一些可能的高低音 又不同 前陣子我們聽這個新的字 我們覺得很有趣 就叫absorber 嗯 沒錯 大家知道absorber是什麼 給大家想一下 5 5 4 3 2 1 原來absorber是說 absorber 避震 即是避震 不知道什麼語言 我們不懂 通常我們這個時候就不出聲 聽一下他講什麼 先猜一下 是 從前文後理去估計 喔 彈公彈王 我知道了 你究竟absorber 沒錯 挺有趣的這個體驗 我想這個可能是大馬特有的體驗 沒錯 沒錯 大家如果來大馬生活 不妨又可以感受一下種侵的文化 沒錯 可以來接一下招 沒錯 看看聽不聽得明白 聽得明白多少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接著就會有 猜猜一下的時間 希望你也可以答對猜猜一下問題的答案 今天是什麼呢 先看看 下次見 拜拜 大家知不知道 螢光網見到的是馬來西亞哪一種美食呢 這一種以魚肉泥和各種香料混合 再包在香蕉葉裡面烘烤的美食 哇 燒出來真是超香啦 知道答案的朋友 快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兩天之後 我們就會在Youtube的貼文公佈答案 同時也會公佈頭五位答對這個題目的朋友 希望看到你的名字 加油 喜歡我們馬來谷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多謝各位 第四個兩者 9-10月 4-4月 2011 10月 1段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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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2個 1個